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徐秋风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今儿就是这辆CS85的最后一期 就是前后门内方的假决这件事 当然前几天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了这个车 从底盘这块看的确跟丰田的RV4相似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今天说说门里面那点事 不出意外的话也是那种日韩系的 好 现在正式来揭开门内的面纱 好 我们先说一下门的内饰吧 然后打开一看 洗衣棉一点都没有 这个也是我们挺吃惊的 一般来说没有洗衣棉都是大众干得出这事来 但是一般的日韩系都是有的 当然说试驾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聊了 说这个车低速开的时候噪音一直还可以 但是七八十左右这个速度的时候就会飙炒 先说一下门的整个结构吧 首先它的门是一个焊接的形式 我们叫做非全矿式 然后说也是看到了这边有焊接点 还好它的焊接点会有一个遮挡 但是打开以后还是会看到发现它后面是用双面胶去粘的 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其实对于这种外面的试驾来说 不应该有粘的动作在里面 如果说做的好的话里面会有一个卡扣 然后用一个小的塑料的一个卡子把这个给卡住 这个我们之间是见过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过用这种宽的一体式的车门比较多 是因为像这种焊接式的车门 因为它的边会特别的细 这个不是说特别的好去卡 虽然说是那种焊接盘 但是也是用黑的装饰物给卡上了 这个也是从感官上面来说 看它会高级一些 好 我们继续往这边看 那门脚链是冲压式的门脚链 这个也是非常符合这种日韩系的设计风范 我们还是说里面吧 这个是它的防潮布 而它的防潮布是一种比较偏厚一点的一个发泡的一个材质 有一根防潮梁是这个角度看起来真的是很细 直径是25毫米 这个真的是比较偏细的了 因为我们印象中之前测量过的那些前面是圆管型防潮梁 基本上是在30或35左右是会更多一些 目测一看真的是一会偏细的 加强筋有一根是这样一个位置 行吧 这就是车门里面那样事 咱们现在去后门看一下 给它展示一下门的内饰板也同样是没有基棉 然后说一下门本身 跟前面也基本一样的 焊接门 然后有黑颜色的遮挡的试条 然后这一块也顺便腰针的 然后冲压式的门脚链 门里面跟前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首先它也是有一个圆管型的防潮梁 非常的靠线 这个我就很难去拿卡车去卡了 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 跟前面的级别是一样的 粗细是相等的 有一道加强筋是这样一个形式 但是它还会有叫做半根加强筋 我们叫做半根加强筋 就是它会有一个加强筋 跟它的防撞梁连在一起 然后并且是到这边又停止了 像一个小的铁片一样 把这个门给顶了一下 因为我说过加强筋 其实它更多的作用是 让这个门的坚硬的程度会很坚挺 我也不否认说这个车的车门 你就是用手静下去摁的话 是很硬的感觉 不像一些日记车 因为它的钢板相对而言会薄一些 而它的加强筋是通过数量上也好 还是加强筋本身的强度也好 基本上一摁会有一些扁进去的感觉 但是我还会说它这个门摁起来 从感官上面来说 就像在前后防智梁兽跟大家聊的 目测上面的坚硬程度还是可以的 这也是长安的 这个算是迎合消费者心理的一个举措 但是这种半根的加强筋 我们这么多车 这个还是真是第一次看到 行吧 这又是门这样的事了 那我们现在就非常关键的时刻 就是这样车的后排的钢板 到底有没有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跟大家去揭晓后排钢板的话题了 打开一看 我不知道小伙伴能看见 就是钢板还是有的 然后厚度目测还可以 那边跟这边我们也都是测试过了 钢板是有的 我觉得会对这个车点一个赞 因为我印象中 至少我们之前拆的那辆NX后排是没有钢板的 而这个车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合资品牌也好 还是四处品牌也好 能够慢慢的增强一些这种意识 然后也希望小伙伴们能够慢慢的意识到 其实后排钢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对于厂商来说 其实这块钢板不会多太多的钱 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如果说你要想在后期想去添加的话 这个还真的是有一定难度的 中间这个座椅的头枕也是非常完整的 好 这就是后排钢板和座椅的事 那么现在到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这个车内的甲权到底是什么样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地板材质大线还有甲权那样事 先说一下大线 大线它还真是有多少波浪管 当然它一半一半 我们也是讨论一下 还是按照严格点 因为它这块是波浪板 那这块到那边完全都是一个特别稀的缠绕 所以说它这块得分算是比较稀那部分 它里面材质是分好几层 首先咱们脚踩地毡 下面也是有一层UV膜的 是一层塑料膜 我们也可以叫它防水膜 这个的优点 第一是万一你有汤汤水水的 只会污染你地毯 不会渗到下面去 当然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里面的这些东西也不太容易出来 天中午也是有两层 最上面一层是一个灰颜色的材质 最下面那层是一个白颜色的材质 还是比较厚的 脚踩上去还是会比较柔软的 我们也把这个算作为那种原生的材质 因为没有看见破线头 虽然说是有黑颜色跟白色两种 但是的确不是那种破线头 而是一种纤维棉的形式 行吧 这就是里面材质和带线的事 现在非常关键的地方来了 就是要公布我们测得甲醛的这些事 首先说一下地板里面 地板是0.327 这是它的一个数值 当然我们还是把座椅跟顶棚 都分别测试了一下 其中顶棚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是0.427 这个我们会记录在我们的评分表里面 但是座椅我们也测过了 座椅的数是比较低的 座椅我们仅仅测到的是0.089 好 这个是几个数值 当然还有一个是非常关键的数据 就是车内空气甲醛的测试 现在就去我们的空气甲醛测试的测试现场 我们去看一下 好 现在就是车内空气甲醛的测试环节 当然我们依然是按照我们之前非常标准的环节 静置了16小时恒温 然后抽取了10升的空气 然后完全和分尸剂进行一个融合 并且滴完了显像液以后已经静置了15分钟 等等的所有按照我们之前非常标准的动作已经都完了 那么现在正式来看一下这辆CS85 它的车内空气甲醛的含量到底是多少 按一下 OK 最后定格到了是0.104毫克每立方米 就是这样CS85车内空气甲醛的含量 行吧 这就是所有的测试数据都跟大家去分享完了 那现在就跟大家再回顾一下 这辆车在今天这一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包括说它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 它到底能够排第几名呢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就来总结一下这辆CS85 在今天这一期的得分也是老规矩 在说今天分之前先回顾一下前两期 省得小伙伴忘了 前后房车聊我们在满分61分情况下 这辆车最后的得分是31分 基本上是一个中档这样一个成绩吧 底盘的部分在满分55分情况下 这辆车最后的得分是23分 基本上也算是一个中档成绩 那在今天这环境在满分43分情况下 最后得分是15分 那大家也都看到后面钢板是有的 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总结到这儿 现在就来看看它在我们的金融宝上面 排名到底是多少 好 那么现在就来公布一下最后的成绩 2019款长安CS85 那它的施压成绩是55分 那它的拆车成绩会分成百分之以后是43分 那么还是按照25%和75%这样一个成绩去进行计算的 那它最后的成绩是46分 不是绿颜色的一个条 这个条意味着它的车的售价是10万往上的 当然这些分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 包括我们的官网里面 3W大标车全拼都看我们里面 因为官网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 小伙伴也是多多关注一下 再跟大家去聊聊这个车本身 先出优点吧 的确说从外观整个来看 这车还真不难看 你在测试一段时间 有开车去加油什么的 加油小哥跟我聊 说这车多少钱 我说这车十来万 也不太贵 看着跟宝马X6似的 相信很多关注这个车小伙伴 都是从外观所吸引的 尤其是这个叫做6倍型的SUV 这个也是数量的确不太多 最早不否认是X6有的形状 它是不是手创不好说了 起码说大家印象比较深的 是宝马X6 当时说这个车的里面 对于现在的次主品牌 其实在外观内饰这一块 等我们去说一个配置 配置也好 用料也好 还是做工也好 其实跟现在的合资品牌 其实相差不是太大 当然我这个车的缺点 也是挺明显的 比如说它的人气工程学 坐的屁股也特别疼 然后刹车也特别高 我觉得最让我接受不了什么 就是说对于这个车而言 它也号称是200T 叫兰京10家发动机之一 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叫做第三代爱信的8AT变动机枪 也是就用在自主品牌上面 为数不多的配置之一 结果调的不像是一个2.0T发动机 跟一个8AT所能够代表出来的素养 或者是一个机械的素质 感觉这个像什么呀 像是一个调的还可以的 1.5T跟6AT 当然还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拆开以后 就看到里面东西 我认为还是有优点的 我们叫做魔法 就叫逆向也好 就是跟RV4的很多的东西 是比较像的 拆开以后 也是看得见东西上 还是有一部分提升的 比如说铝合金的前发动量 这个RV4真的是没有的 只有在雷克萨斯 才会用到铝合金发动量这个级别 包括说油箱 之前的两个车 雷克萨斯NX也好 还是RV4也好 都是铁油箱 这辆车它是改成了一个数值油箱 不管是对于小伙伴而言 是能够看到的东西 外观 内饰 配置等等等等 还是对于我们而言 打开以后能够看到的东西 其实这个车都还是会说是有进步 或者是做的还可以的 但是我说它的最大的缺点 可能对于我大名话而言 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调教的部分 因为调教的这个东西 它是不再能看得见的 就包括说我们在说比亚迪的琴婆的时候 比亚迪请了一个特厉害的一个哥们 就底盘调教的大牛 能够把底盘调教能够变得比较好 包括说发动机变得相应好等等 只要你请一个比较牛的一个人 他是能够去做一些改变的 有小伙伴可能会问 说为什么长安他不能这么做呢 那你花钱请人 就是这个要去导一下 我想说对于长安而言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它是一个国企 小伙伴可能会说 说国企也挺多的 什么一系 然后什么上系 什么东风 你看哪个不是国企 但是长安还跟他们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是因为长安它是一个军工企业 当然小伙伴可能会说 别瞎闹 说这个什么一气什么的 这也是军工也造军车 但是长安这个军工和那个军工可真有点不太一样 长安真的是造枪造炮的这一样一个军工 这就得跟大家去说点小知识 长安它最早的前身叫上海洋炮局 其实关键一点是要从三线建设这块跟大家去聊起 那什么是三线建设呢 话说就是1964年左右 当时那个小伙伴当了一个小故事去听就好了 当时中国跟苏联关系不太好了 而且那个时候又怕当时再次的发生了战争 所以说那个时候决定把那些沿海 包括说什么上海 包括说东北那些沿海的军工 去往这些西北的地方去搬 大家可以去翻这段历史 就是把这些军工企业搬到那边 是为了防止再次战争的破坏 才有的三线建设 这个三线建设主要就是这么来的 而长安就是从那个时候落脚在了重庆的那一块 所以说对于长安而言 它会对于国企这个东西会更加深一些 尤其是它还是一个真正的军工企业 而且在当时而言 其实它是不受当地政府管理 它是直接受国防科工委这块管理的 当然说这个也是一些历史 就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 会让长安这个企业无论是从它的地缘这一块来说 还是从它的整个体制来说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为什么会聊到这儿呢 就聊到了说 为什么没有说请一个非常牛的人 因为请牛的人都会要非常多的钱 在一些用料这一块 其实还是挺舍得 在一些看得见的地方 还是可以去下一些功夫的 而的确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比亚迪说我想调地盘了 我花了一个特别多的钱 我请了一个特别牛的人来 你给我调 这个在比亚迪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对于长安而言 比如我要请一个特别牛的工程师 我举例的花100万 举例的 具体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就是花100万 请一个特别牛的工程师 但是对于这种国企的体制而言 是不允许的 是因为我们叫做工资也好 还是叫做起气也好 是非常严格的 当然小伙伴说 我从大学生培养一个 我培养一个我自己的核心的底盘调教 发动机调教 不是也行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 地缘位置的确是原因之一了 像我们都是喝班出来的 包括说什么像我同事 包括像我同事同事 更多的是去北京上海 因为上海上气 包括说广州 包括说长春 其实都是有 因为那个时候的确选择会更多 对于一个大学生的培养而言 我们不能说 说我今儿我请个大学生 你明儿你就得给我造个东西出来 你就得给我把底盘调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是 我现在能够调教底盘和 包括说发动机这些人 一定是早在五年前 八年十年前 就已经在这企业去学习 去创造了 他们说在推到往十年前推到 十年前 在像长安 在重庆这个地方 城市的吸引力又没有那么的多 你说你城市没有吸引力 你多给点钱行不行 问题是它是一个国企 它有很多条条框框在里面 它又不可能说给一个大学生 去那么多的钱 但是这个也实际是十年前 现在放眼说现在 别人家去聊个天 其实现在北京 上海广州 长春这种地儿 真的不太好混了 是因为真的 无论是从所谓的房价也好 还是从比如像北京 你想在这生活 你还得有车 北京是几乎是全世界最大一个城市了 您开车还得摇号 反而现在成都什么的 这个房价挺便宜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可能 对于长安而言 可能现在是真正吸收人才 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从它的地缘的这种位置而言 包括说从它的整个体制而言 可能在之前在培养人才 包括说在吸纳人才这一块 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所以导致着现在这个车到现在为止 我们可以说除了调教 包括说人体工程企业 就我说的几个 我会认为槽点特别大的地方 都是经验的 人体工程企业 同样是座椅 同样是方向盘 为什么有的水平能调得舒服 你就调不舒服 同样是2.0T 8AT 人家能调上天际 而你调的也仅仅是1.5T 6AT 这个真的就是人的能力 人的经验 自主知产权等等 这些东西是息相关 所以说对于中国的企业 真的现在应该去重视人才了 而且我不否认 以前说实话 中国的很多企业是不太重视人才的 因为咱们说的不好听的话 就是中国人多 你不愿意干 有的是人愿意干 但是说现在真的不是这样的 知识才是力量 所以说长安 你再好好的多发展一些你的人才 相信再过不了多长时间 你的产品一样 跟主流的合资品牌也好 包括说现在很多的素质品牌也好 相信也是能够一分高下的 行吧 这也是说了这么多 这个车的优缺点也跟大家说了 然后我会认为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希望 因为毕竟说人家叫做长安 真的不仅仅是造车 真的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哇塞 好大的一个 你叫帝国也好 叫什么也好 其实是一个特别大一个企业 好 那今天大标社 就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这了 那今天就是台CS85 要跟大家去分享地方 行 今天就聊到这 那我就是不用看别的脸色 自己车 自己做出当冰块 当然也是那只为说蒸发当冰块 那我们下辆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